而蔡英文今天继续发表她的十年正纲 那么今天要讲的就是台湾的区域发展与平衡的问题 蔡英文强调骂政府对于台湾南北发展明显的头重脚轻 长期不重视南部的区域建设 所以她说民进党如果执政 就会注意到这个南北发展平衡的问题 带你来听 记者会延迟30分钟 蔡英文终于现身 都还没坐定位就等不及先点名 蔡英文口气就像蔡老师 分门别类说明十年正纲 这一回要讲的是区域平衡与发展 蔡英文强调马政府执政三年 却让南北发展失和 头重脚轻 马政府在整个施政的期间 对南部的重视的程度是真的不足 甚至于在中部也普遍感觉到 没有特别的去考虑到区域均衡发展的这种情况 新国民党时代是政策性的打压 欺负南部人 南部人不服气了 所以今天我今天觉得说 我们女人还是比较坚强 我不会动不动就哭泣 嘉义县长张华冠奉刺 虽然嘉义县长期被中央忽视 但不会像马无一样又哽咽又落泪 希望大家把执政机会留给蔡英文 只是跳脱区域发展的议题 当记者问到关于十年正纲中的两岸议题 蔡英文却丢出这样的答案 你们如果这几天都是全部出席的话 我会准许你们出席礼拜一的记者会 礼拜一的记者会 我会对两岸的问题会说明的 不知道是两岸问题太敏感 还是担心政纲如果先曝光 就会模糊焦点 蔡英文真的很在意 坚持不回答 要记者常常都出席 才听得到答案 蔡英文想打非典型选战 就连议题操作也很独特 三立兄 黄大峰 黄美玉 SNG小组 台北 蔡凰岛